我回来了 你回来了 吃完饭把这个吃了 花花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 没有 没有 那这是什么 你这么能瞒着我们到工地去当水鬼 你放我抽屉 我不放你抽屉 我怎么知道你拿自己的生命 开玩笑 我已经是成年了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你要用钱 你可以和我们说 你知道你自己身体状况吗 你吓死了还能给少人吗 我已经够拖累你们了 我现在有办法可以帮你们分担 这就是你的办法吗 花花 我告诉你 你的生命不只属于你自己 更属于我们 我不允许你才叫胡闹 爸 你看看 自从我生病以后 我们家里 还有一样像样的东西吗 再看看妈身上的这件衣服 穿了多少年了 都舍不得换 还有你 白天上工地干活 晚上这月是白贪 你们好好休息 你们好好休息过一天吗 我们家里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现在不想看到你们这样 这个不用你吵析 我乐意 我不乐意 我不想看到你晚上脚痛的睡不着 还要强忍着 忙了两毛三毛 菜市场跟别人说了半天 为了给我治病 最后还要靠卖房子 给我填这个无底洞 老公子 花花这个病 她是我女儿 就是炸锅卖铁 卖房子 我要帮她把病治好 你们付出一切为了救我的命 只会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负担 我一点都不感激你吗 真的 还不如让我去死 你别注意 我在这里睡两天吧 你先喝杯水吧 我已经给你爸打过电话了 他正在下面 你去见一下吧 谁打电话 谁去见 我才不见他 你爸的脚本来就不舒服 你忍心让他等那么久吗 都怪我 我爸为了我的病 辛辛苦苦得去赚钱 他的腿那么痛 都舍不得花一分钱 花花 要不你给你爸每一个坐边洗澡椅吧 这个椅子啊 可以放在马桶上用 也可以放在墩面上用 有六挡高度可以调节 椅面上带有漏水口 扶手机防滑也防水 放浴室洗澡也可以 拆开中间挡板 可以坐边使用 嗯 既然这么好用 那我就买一个给他试试吧 花花 你爸真的很担心你 唉 可没天下父母心 你爸看见你没事 我就放心了 你妈担心你 非让我来看你 要我给你带来了 知道了 你回去吧 花花 你从小 好久没舍得动过你一根手指头 唉 老了老了 学会动手呢 要不 我给你打回来 把你生病那一天起 放去听不着死那个字 爸 世上只有爸爸好 长大了才知道 爸 嗯 我也好好活着 我以后还要跟你养老 我们回去吧 好 时光弥漫些吧 不要让他烦恼